绿营的现场连线消息来关心的是 地质法修法通过之后 绿营质疑是不是有所谓的政治操作空间 也引爆了选战的阴谋论 像台北线就被点名说 因为周席伟选拨赢 所以可能会比台中县市来更早升格 对此周席伟他是强烈的反驳 他还加码沉默说 就如果说呢 没有办法来在台中县市之前升格的话 他要退出政坛 情况如何 连线请黄玉芬告诉我们 玉芬 周席伟今天到闭台来参加活动 本来大家想要问他这个 传出有阴谋论的事情 不过呢都还没问到访问 周席伟就先被这边的摊商 给包围起来 我们看一下稍早之前的画面 那个是固定的 我跟你讲 你法律上都应该要 你是县长啊 我是县长啊 我现在举报那边 我会理会他 我有权利 我有权利在县长讲话 对你有权利 当然你有权利 你们已经到法院去做 那你就到法院去做 如果是旧的摊商呢 因为是政府用违贱的方式 说他们是违贱 因此把他们强制拆除了 没想到有新的厂商进来 因此他们觉得 市府市府这边 是不是有图例 特定厂商的嫌疑 因此今天才来抗议 不过今天大家也很关心 就是爆出说 这个地质反的通过呢 可能是有一个全谋的说法 可能有阴谋 因为周席伟呢 可能在台北线选不赢 选不赢就先升格起来 让他可以延任一年 不过听到这样的说法 周席伟是觉得太全谋了 我们听一下他怎么说 其实这些都是大家的一些联想 然后故意要抹黑我 我已经被打得很惨了 一天到晚来打我 一天到晚来修理我 一天到晚有阴谋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了 还有什么阴谋可以讲呢 那一个胆量 我有这样的一个肩膀 愿意担当 如果台北线 比台中县市晚生为直辖市 我就不参选 下一届的台北线县长 我也会退出政坛 这是我自己当初讲的 我今天再加上这样的承诺 民进党 你如果有肩膀的话 请你一样的学习就好了 市长 现在对台北纹 是表示说呢 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说法 实在是太全谋了 他甚至是在颁出 他之前讲过的 如果台中县市升格 比台北县快的话呢 他就不选县长了 而且他还加码 这一回他还加码 说要堵上他自己的政治生命 以上是现场的 请你将镜头还给棚内 好我们谢谢郁芬的连线报道 周锡伟加码承诺 如果说没有比台中县市早升格的话 那么呢 他要退出政坛 我们谢谢郁芬的连线报道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